8月25日,美国交通部发布通告,由于美国航司多个复华航班被取消,计划自9月起取消26个由中国国航、南航、东航、夏航乘运的美国复华航班。 其中,国航洛杉矶至深圳被取消9月6日、13日、20日和27日,国航洛杉矶至北京被取消9月18日和25日,东航纽约至上海被取消9月7、12、14、19、21、26和28日,南航洛杉矶至广州被取消9月10、12、17、19、24和26日, 下航洛杉矶至厦门被取消9月5、8、12、15、19、22和26日,这意味着原本就供不应求的中美航线航班运力将再造削减,除了影响几家中方航空公司的收益,直接影响的还有回国乘客以及中美航线标价。 8月26日,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讲话,表示美国将继续采取措施强力抗击通胀,但同时警告称强力的加息措施将为美国家庭和企业带来痛苦。 鲍威尔的讲话显示,未来几个月,美联储可能仍会大幅加息,他强调将美国的通胀率降至2%仍然是美联储的重点目标。 受鲍威尔发出鹰派论调的影响,美股周五应声下挫。 美国知名药企莫德纳在其社交账号上发帖,宣布该公司将就侵犯专利权仪式,起诉美国另一家大型药企辉瑞以及辉瑞合作研发新冠疫苗的德国BioNTech公司。 莫德纳称,这两家公司推出的新冠疫苗侵犯了莫德纳的mRNA技术专利。 根据莫德纳的指控,辉瑞的新冠疫苗Cermanity是在未尽莫德纳许可的情况下复制莫德纳的技术研发出来的。 但莫德纳在声明中又表示,为了保证疫情期间各种新冠疫苗的持续供应,莫德纳不会寻求从市场上移除辉瑞和BioNTech的侵犬疫苗。 洛杉矶县卫生官员8月25日证实,洛杉矶县今年出现了首批人类感染西尼罗河病毒的病例,自7月下旬以来已经发现了6例病例。 洛杉矶县卫生官员蒙图·戴维斯在一份声明中说,蚊子在炎热的天气里大量繁殖,居民应该遵循简单的步骤来降低接触蚊梅疾病的风险。 简单的措施可以减少蚊子和蚊虫叮咬,比如使用蛆虫剂,清除屋内外的积水。 西尼罗病毒可以导致住院或死亡。 欧盟轮值主席国杰克总理菲亚拉8月26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,杰克将在近日召集欧盟成员国能源部长举行紧急会议,聚焦欧盟当前面临的能源危机。 自欧盟对俄实施能源制裁以来,欧盟国家普遍深受能源价格上涨困扰,民生、工业受到严重影响,引发广泛担忧。 欧盟委员会本月曾表示,其正在紧急评估实施天然气限价的各种可能性。 想要回答 traps,走路知词理由提倒者手提发。 和你 YouTube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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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Tuber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